我也喜歡那一隻錶 因為它也是我喜歡的那種大錶鏡的款式 而且它又是藍色的 藍色對我來說就是海洋 然後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男生戴起來會很有魅力 女生也很適合 女生戴起來是比較呈現一種酷帥的感覺 所以那如果你對這個CLEVER EDIT的印象這麼好的話 要用三個詞來形容的話 你會用哪幾個詞來形容嗎 時尚百搭 宅男一秒變形男 宅男一秒變形男 感覺大家每一個人都要人手一隻才行 一定要啊 變形男的入門款 變形男的入門款 必備 那其實我剛好特別提到的說 這個比平常都喜歡比較帶大一點的鳥 那可是這樣子的鳥 對於女生來講 我一定要怎麼樣的搭配比較好 對於女生來講 因為帶大表的部分 女生大表就習慣帶比較小一點的感覺 然後說 欸你對大表的這個還蠻喜歡的 那如果要搭配上面的一個 扶持搭配的話 你會用什麼搭配 扶持搭配嗎 其實我覺得 呃 中性裝扮可以搭配 休閒可以 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 突破一些 無氣力的思想 比如說洋裝 像我今天身上這件洋裝 你也可以帶大表鏡的款式 其實是 有一種聰明的好看 所以大家可能都沒有想到說 其實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搭配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對 而且就是你會 比如說你穿柔美的衣服 帶大表鏡的款式 會增加你的帥氣度 就不是只有單一給人呈現一種 比較柔美優雅的感覺 它會更有層次 所以給一個女生朋友的一些建議 如果對你來說 這個男生應該要戴什麼樣子的表 會覺得這個男生看起來不錯 他應該要戴什麼樣子的表畫 會比較吸引的主意 我覺得男生 他可以像是戴Caliber 80的那一款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男生戴有質感的鳥 因為我會助力男生戴很快的身 而且我自己本身又是喜歡有故事性的男生 就像那支表一樣 因為那支表 我知道它的設計靈感是歐洲的燈塔 歐洲燈塔就是有一種帶給人指引方向 給人家希望的 所以我覺得男生戴那支表 是會讓我覺得很有魅力很有品味的 那我手上這支表 我也覺得很適合 對 因為這支表就是有一種精準 堅固跟有深度的表 而且它價格又非常的親民 所以我覺得它是可以拿來搭配的一個好夥伴 所以男生就為了要跟表現一下 其實自己本身要有那種合韌感 還有那種安全感之外 其實外型也蠻重要的 除了男生那麼加分 很加分 那如果未來要幫男友選一支表的話 你會選哪一支 未來喔 我覺得這一支好了 對 因為就是送給他 我可以趁他沒帶的時候 可以把他拿來帶 或者是我最希望是可以找到一個 跟我一樣愛情水的男生 然後我可以跟他一起帶著去 潛入到海底試鏡 哇聽起來好 是不是 對 感覺以後去